傅振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永不减刑 永不假释 然后呢 王立科 拱刀安 下一个孙立军 王立军在里边几次自杀都没自杀成 现在孙立军还能活下来吗 现在我要说啥呀 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像五年前一样 说美国脱钩 孙立军被抓 王立科这些人都都被抓 孟建柱 王岐山被抓 傅政被抓 你们觉得很遥远 咱们走着看 你会很快看到孟建柱 王岐山 一个又一个人倒下 没有选择的 然后就是曾景洪 而且戴永格 还有张松桥 徐家印 马云 董文彪 陈宇远进不去 张慧也肯定进去 他必须牺牲他才能保住陈宇远 红旗呀 民生这些人啊 全部都被抓 郭廣山百分之百被抓 他会死的很惨 不正是他和杨兰都得进去 真正的政治教练 所谓的二十大学 没有二十大学 没人选嘛 你会看到的 那是真正的残酷 那一刻来讲 还有很多维度 是我们今天用话没法说出来的 它有很多的意义 我们也没办法说出来的 原因非常简单 这里面的政治教练和国际经济 国际政治都是很有关系的 看到王毅为什么突然来美国了 就是委屈求全 基辛格大人帮我说何说 普京完了 我们不跟普京走 我们跟美国走 跟美国是好 请给拜登总统 Nancy Pelosi 拜托了 啥都好说 啥都好谈 这叫什么 队内下狠手一把抓 对外喝头求饶 跪下来等待站起来的机会 共产党骗美国一骗七十年八十年 就很明显 王毅肯定是接外交了 管外交的委员 中央委员 所以你看到美国一圈 除了见基辛格 还见谁看到吗 都是那些基辛大佬 然后再见过去亲共的各方人士 就是要蓝金黄勾兑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有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 普大帝在对整个乌克兰的 这个穷雄极恶 和他已经十日不多的生命 加上现在人民币不可能控制得住的 必然是暴跌 然后香港 台湾形势 不可逆转 你能把欧洲那一钱去吗 想把战狼外交变成战阳外交 甚至磕头外交 甚至想要蹲下来 和躺下来装死的外交 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面前 特别是在爆料革命面前 它是透明的 我们会一一给它搓穿 接下来要推出为新的未来 共存共亡的 共住的方式 马上二十大以后 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 向西方 拼拼施出援手 大量的释放出利好消息 甚至在监狱里 会放出一批经济犯 后面拿枪顶着 前面让你笑着 去对外国人 然后去继续坑钱 这就是共产党 它永远玩那几招 它只是换了换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表达方式 内容都是一样 共产党在末日狂奔当中 可用的招数已经不多了